在联大人权理事会对叙利亚的决议案头反对票 外交部发言人宏磊也是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同时对美方的指责也是再次做出了回应 我们认为如果有关各方真正的关心叙利亚人民的人权 就应该切实的呼吁叙利亚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暴力 开启包容性的政治对话 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前叙利亚的危机 我们希望人权理事会秉持公正客观建设性的态度 开展工作 我们反对搞国别人权提案